大家好,我是Chun 今天就和大家講一下升降拉纜 首先呢 這個因為大陸已經幫我造裝好了 所以就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 若是你自己買回來組裝也不複雜 你首先最重要是 量度你的櫃體多少 或者是你做的時候 因為通常都是一個整數 例如400、450、500 這樣一直跳下去 你量準確尺寸 先去買這個東西 接著就是 它來的就是 這塊鐵板這裡一份 這塊鐵板開始一份 接著這兩個兜子 自己一份來的 而你要做的其實就是 看到這顆東西嗎 這顆東西有沒有鉗 其實你造裝它就是 一個兜子的白痕螺絲 每邊的1、2、3、4 你純粹將這些螺絲 組合到旁邊這塊鐵板裡 這樣你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而它的設計也是 因為剛剛好 你不用說 怎樣度又度 就已經可以了 你這樣組裝好 就可以將整份東西 塞進去 然後就放上來 放上來之後 這個開完你就量度適合它 其實你可以 整份都推過去的 但是因為我這個位置 有一個特殊情況 在後面後面有一個電箱 所以我就盡量放出一點點 兩邊平衡之後 你們可能會問 這樣怎樣固定 其實現在這東西 已經出得太簡單了 現在已經預備了 這些五分螺絲 然後 先拉下 先拉下這個兜子 先收下頭 先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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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都是這樣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已經安裝好了 以前那些是沒有這個按鈕 但是現在伸出 已經是基本配置 就是根據你放的東西 不同的重量 就用不同的按鈕 即是你放些輕輕的東西 放些紙巾、刺紙那些 你就把這邊按下去 這邊抽出來 這樣 它上去那一刻 就很輕的 但是當你放那些是 豉油那些 你可以 用這一邊 你拉下去 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是敘手一點的 即是讓它有力 輕輕綁住 你的兜子出來 因為如果你放些很重的東西 但是用這邊 你可能會突然拉下 你把它突然跌進去 這個如果你 我會這樣坐 你會聽到 有些阻力的聲音 讓你 那些重的東西 你可以更好調整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我又覺得 其實放少了東西 但是 方便 不用經常擔心 上面那層東西 拉下來就可以了 但是放1 我覺得是放少了 真的這樣 另外還有這些 拉揚櫃筒 不過這些就最好 大陸裝了先 因為裝這些 就 浪費時間一點 這一款 大家都很喜歡 上面多些這個兜子 但多些這個兜子 你要留意 如果這裡是爐頭 這裡是煤氣爐 這個兜子 基本上 就一定會撞到你那條 煤氣喉 扔出來的東西 那你可能要 改櫃筒 或者是 不要買這個兜子 這個款 或者買些是 就這樣浪上去 你托這隻 就更硬招了 你關上櫃筒的時候 一定會撞到那條 煤氣喉 這隻是 還未收好的 還未收好 稍後再收回它 好,就是這樣 這隻是 還未收好 這隻是 其實 你會見到 表面有些洞在那裡 這些 櫃筒款 是靠四口螺絲 收平衡的 你看到 那裡的洞 有點難操作 這顆螺絲 不是收到也可以的 收到 你還要嘗試它 你看到這裏 這裏 這裏上下大小 你要移一移 再移一移 這裏